HELLO 大家好,我是喬寶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下一台強勢的道具車 赤岩鳳凰 這台是在陸服的S4出廠 沒意外,下一季我們也會出 這一台也是玩家公認的強勢車 到現在S9的道具賽中,還是有這台車的神靈 可見這台車真的厲害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外觀的部分 整台車就是一個鳥設計 我不是說它的設計很鳥 我是說它就是設計一隻鳥的感覺 整台車還蠻特別的 很符合道具車該有的設計 好,我們來看一下噴氣的部分 這個是有點金喔 金色鳳凰的概念 這個是紫鳳凰 然後接下來這個是藍色的 藍色就有點奇怪了 藍雕啊 然後這個是綠色 金色其實還蠻好看的 道具車一樣就給它改10時50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八角圖數據 左邊是我們的冰屋 可以看一下兩台的差異性 那這個冰屋的數據整體來說還是比較好的 那這台鳳凰它的敏捷特別突出啊 不過敏捷好像沒有那麼重要就是了 好,來看一下性能吧 那當然我也把冰屋拿來比較 來看看兩台數據上的差別吧 好,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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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台鳳凰的技能 道具賽中 彈器轉為鳳凰彈器 道具賽中 導彈升級為火焰導彈 道具賽中 火焰導彈每次可以發射兩枚 火焰導彈命中對手時高機率獲得彈器 好的,我們來跑一下實戰喔 那我這樣看一下它的技能其實還蠻強的 因為你拿到一個飛彈 就等同於你拿到兩個飛彈 加兩個彈器 總共四個道具的感覺喔 那它的導彈是非常厲害的 它這個導彈啊 射出去直接發射兩枚的概念 等於說啊 可能你可以擊中兩個對手 不是說兩個飛彈都砸在同一個人身上喔 它也是可以兩個 然後砸在不同人身上 然後它這個火焰導彈啊 被擊中的話 你不但會被緩速 你的視線也會被受阻擋 就是你的畫面中會有一堆火焰 然後再遮擋你的視線 然後你的車子會非常非常的慢 所以比起一般的導彈喔 這個火焰導彈可以說是非常的強 強非常的多啊 你不但會被炸 被炸就算了 你還會被緩速 被緩速就算了 你的視線還會被火焰遮倒 這個飛彈是真的厲害啊 而且如果你拿到導彈啊 這個火焰導彈 你兩發都射出去 都射到人的話 你還可以拿到兩顆彈器 那這個彈器是鳳凰彈器喔 所以也就是說你這個彈器 不是一般彈器 所以你攻擊人之外 你還可以再加速 這個是真的蠻厲害的喔 所以這台鳳凰是一台能攻能衝的喔 能攻又能衝的 那雖然說它防守上面 比較沒有什麼特別厲害的地方 但是我相信搭配一些寵物啊 去綜合一下 這台車就會變得非常厲害喔 因為彈器是比較偏 後面名次才可以拿到的道具 那基本上你只要在 呃三四名左右 就會出飛彈了 那你拿到飛彈之後 再往前你看 我現在第二名 第二名還是第三名 我拿到這個飛彈 我一炸 你看我又兩顆彈器 這個時候我就非常好做名次喔 而且我現在玩的這個是個人的道具賽 個人的排位道具賽 我剛運氣又很好 我衝過來又拿到一顆彈器 所以我總共先帶三顆彈器啊 這個運氣是還不錯 我還留著一顆喔 最後壓軸的時候用 這邊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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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距離應該可以吧 進去 NICE 喔可以啊 這台我發現要等到 第二圈或第三圈的時候 才可以發揮它的作用 因為通常第一圈領先 其實沒什麼很快就會被攻下來 所以 呃你要在第二圈 尾巴接近第三圈的時候 就開始做這個名次的動作 你可能就要盡量擠到中間 然後拿到 導彈 如果你前面拿到的話 你可以先留著 那除非你拿到兩顆 反正它一顆可以射兩發嘛 那兩發就等同於兩個彈器 它是很高的機率拿到 基本上是我覺得90%啦 你只要有 飛彈有擊中人 你都可以拿到彈器 然後你在第二圈的時候 你就稍微注意一下名次 差不多在 2345 這中間的名次是最好的 然後 盡量拿到導彈 拿到導彈的話 第三圈開始之後 你就可以先看時機 看時機 是要什麼時候擊中 然後什麼時候用這個彈器 我覺得都比較關鍵的地方 像如果我現在拿到導彈的話 我前面是第一名 我第二名的話 我就不太會放 我會 呃 放下來 放慢到第三名 然後 去擊中第二名這個人 拿到彈器 因為第一名它有可能有盾牌 那它有幾個你不曉得 那運氣好 它拿到兩個的話 我兩枚射出去 它都可以防掉 所以我會 保險一點 我一定要拿到彈器的話 我就是一定要擊中人嘛 所以我可以放慢速度 所以我可能 第三名 這個位置 放我覺得是最剛好的 那你一擊中 彈器一拿到 你就開始出去了 你就可以開始追那個第一名 那你追到之後 你到第一名之後 你到底就會開始變了嘛 拿到一些可能 解那個飛碟的 或是盾牌什麼 那你運氣好拿到盾牌的話 那你就可以防禦 那就可以一直領先了 哦 這台是真的強 那這台就是玩 要掌控好它的一些距離 還有名次 還有道具的使用時間 基本上這些都控制好的話 這台是真的很強 因為我現在玩的是個人道具賽 所以會比團隊來的難很多 因為你全部人都是你的對手 那你有七個人要比哦 這個有玩道具的人 應該都知道 個人道具賽是多難哦 你要在八個人裡面生存下來 然後並且拿到第一名 是真的蠻困難的一件事哦 這台鳳凰 其實我當初看它的技能 其實我覺得還好 那實際玩的時候才發現 哦 這台也真的有它厲害的地方哦 這 欸怎麼 欸欸 失靈呢 我想說欸這個導彈 變成這個 什麼火焰導彈 感覺沒什麼差啊 我覺得主要不是導彈的 那個火焰導彈問題哦 是你 擊中之後你可以拿到彈器 這一個技能才是我 覺得它厲害的地方 那火焰導彈就是幫你 影響對手時間拉長 然後你這個彈器再加出去 哇這個距離就拉得非常非常多哦 那這台鳳凰啦 這台道具鳳凰 我覺得是算必勝客的一台 因為我真的覺得它很強 那我覺得一個團隊中 有鳳凰跟冰屋來做搭配 我覺得這個隊伍就蠻強的哦 這個冰跟火雙重攻擊 你們都有啊 這個火焰導彈啊 冰凍 水蒼蠅 還有水炸彈嘛 對不對 這個攻擊的部分 你們都 做滿 做好做滿 都攻好攻滿 那冰火五重天的概念 你看看我又拿到飛彈了 我又準備要第一名了 雖然說我現在被攻擊 但我有兩顆 欸一顆而已 我只集中到一個 一個防禦掉了 那就是被第一名防禦掉了嘛 那沒關係我這邊留著一顆 這個時候先用掉 防禦 有沒有這個距離開始拉開了 我拿到兩顆 剛剛好 終點切 撥射 太死了 有沒有 這個距離抓得好 飛彈時間用得好 彈器時間用得好 我跟你講 第一名就真的是你的了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我是還在努力的敲爆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